下面要教的是這裡的重點 考試愛考的重點 碳酸鈉跟碳酸氫鈉 碳酸鈉跟碳酸都白色的 然後呢 是若變解值在水中會部分解離 溶於水都會產生氫氧跟詳細的化學反應國中並沒有特別教 然後呢 所以是呈弱鹼性 碳酸鈉是弱鹼 碳酸氫鈉是比碳酸鈉更弱的弱鹼 更弱的弱鹼 但是我們通能把它當作鹼來用 碳酸鈉跟碳酸鈉都是碳酸鈉 前面教過的重要的通信 碳酸鈉加吸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這兩個東西加了酸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呢 通入石灰水加入石灰水都會產生碳酸鈉沉澱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兩個東西的反應通通完全一樣 所以重點是它不一樣的地方 重點是它不一樣的地方 重點是它的重點 所以我們碰到酸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加入石灰水都會有碳酸鈉沉澱 俗名請要背 碳酸鈉俗稱叫做蘇打 又叫醇鹼 因為一般生活上把它當作鹼來用 因為當作鹼來用 我們前面教過鹼可以溶解脂肪跟油類 所以它可以來當作家庭清潔劑 現在應該沒有人再做這種事了 我小時候我媽會去 半夜買鹼回來 洗抽油煙機的油網 這個鹼就是它 因為它可以溶解脂肪跟油類 來來來來 洗米鹼 給它叫做蘇打 洗米鹼 工業上做肥皂跟玻璃 看一下就可以了 碳酸鈉鈉俗稱叫做小蘇打 小蘇打 用途 胃藥 這我們前面教過了 碳酸鈉鈉做胃藥 酸鹼綜合用 然後發粉 就是發粉有活的跟死的 活的就是酵母菌 這是死的 就是一些化學物質 裡面有碳酸鈉跟弱酸 因為碳酸鈉加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就會使它發泡 會使它有一些動動 吃起來就會鬆軟可口 所以它叫做培用鹼 主動烤麵包 烘培用鹼 一種弱酸 所以胎酸鈉鈉 前面的叫做洗皮鹼 這個叫做培用鹼 一個俗稱叫做蘇打 一個俗稱叫做小蘇打 蘇打 這沒有其他的重點 重點 滅火器我們前面有提過了 一個叫酸鹼滅火器 濃硫酸跟碳酸氫鈉鈉 然後作用產生二氧化碳 透過二氧化碳來滅火 這個東西不好用 使用是要倒過來 讓那個硫酸流出來 然後產生二氧化碳 而且很重 所以現在基本上已經絕種了 我小時候 校園裡面的冥牛就是這種 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因為它不好用 它不好用 很重 而且要倒過來 也要麻煩 因為現在 不太用 現在都會改用泡沫滅火器 基本上學校沒有啦 或者是乾粉滅火器 泡沫滅火器把這個硫酸改成硫酸鈉 然後產生一些泡化 這個不用管 那我們在哪一種 我們現在用的是這種 乾粉滅酸氫鈉 泡酸氫鈉 扔淡氣 那個淡氣是用來把它噴出去用的 現在有一個叉燒 你們不是什麼 拉拉拉壓嗎 叉燒拔掉 壓了 利用淡氣把碳酸氫鈉 噴去火場 然後它會受熱 產生二氧化碳 這是重點的原因 這就是重點的原因 碳酸氫鈉受熱會分解 會產生二氧化碳 碳酸鈉跟水 重點在這裡重點是二氧化碳 然後達到滅火的效果 達到滅火的效果 我們課本上教你的乾粉滅火器 說它是碳酸氫鈉 考試就這樣子考 就這樣子寫 那個現實生活裡面 那裡面放的不是碳酸氫鈉 碳酸氫鈉受熱分解會產生水 所以不適合它用來滅電線的走火 可是乾粉滅火器都可以滅 不管是什麼電線走火 還是木頭都可以滅 滅我們要改用這碗葉 我們改用這東西 這裡不用管 考試考你 乾粉滅火器跟什麼碗葉 你還是跟我寫碳酸氫鈉 這是古時候 最古老的時候的東西 最古老的時候 OK 剛剛講過了 就是重點 碳酸鈉跟碳酸氫鈉好多都一樣 加酸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加所有水都有碳酸鈉沉澱 有一個重點不一樣就是受熱 碳酸氫鈉受熱會分解 碳酸鈉受熱不會分解 不會分解 是重點 其實我們前面有講過 是它的重點的不一樣 所以現在要記住 所以因為碳酸氫鈉受熱會分解 所以才可以當作培用解 幫它烤箱烤一烤就產生 欸好壞蛋 讓麵包比較紅鬆 比較可口 所以它成為二氧化碳 所以它當作滅火器噴到火場中 產生二氧化碳 達到滅火的效果 背下 主要的就是有顏色黃色字背下 碳酸鈉的俗稱叫做蘇打 又叫做喜梨鹼 碳酸鈉的俗稱叫做小蘇打 叫培用鹼 它們兩個基本上呢 都是白色的 溶與水都是弱鹼 只是一個是比較強的弱鹼 一個是比較弱的弱鹼 它們加酸都會有二氧化碳 它們通死灰水都會產生碳酸鈣成液 重點的不一樣就是加熱 碳酸鈉加熱不會有反應 碳酸鈉其他加熱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是考試愛考的重點 你要做背清楚 這就是碳酸鈉跟碳酸其他的比較 黃色的字就是你要記清楚背好的事情 當然加酸也會有人問 但是那都是都一樣 而且這前面都教過了 這是他的不同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